你好 欢迎收看5月27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远见杂志26号公布 全台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花联县长徐振卫已高达83.2%施政满意度 三度荣获五星县市长殊荣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并列第二 特别在八大面向施政满意度超越去年 高达78.3% 高居全台第二名 三度摘下五星的花联县长徐振卫 施政分数较去年增加2.3分 成为78.1分 高居全台第二 他也是全台四位负贫低于4%的首长之一 更有高达七成的民众支持徐振卫 连任花联县长 在八大面向施政满意度78.3% 较去年成长了1.1个百分点 我们再次获得五星这是全花联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 有请我要谢谢全花联的乡亲 今年所遇见最困难的县长徐振卫指出 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各产业原物料均有变化 经济涨幅造成生活上的考验 在这段抗疫的日子中期盼疫情能够再次趋缓 所以现在无论是人物料其实都大涨 而我相信成本很多的成本也大涨 那未来的经济我想是一个对国家 还有对我们乡亲以及人民是一个考验 所以这段辛苦的日子除了疫情还有经济 我想这都是对于我们大家的这个世界 或者是国家这个的艰困一个考验 那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合作一起共同努力 县长徐振卫表示感谢花联乡亲的肯定 荣耀归于全体花联宪民的支持与鼓励 县府将致力于打造 让花联乡亲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继续朝向幸福宜居的目标迈进 记者凌杰花联市采访报导 谢谢 谢谢 谢谢